事实上 这一尊在藏密 非常有名 他是被藏密当成护法神 当大吉祥天是属于护法神 大吉祥天护法 因为他骑着一匹马 那么最容易认的就是 他的马的屁股那里有一个眼睛 另外他也是蓝色的 那吉祥天母是藏密的护法 然后跟东密的天女行是完全不一样 东密的这个是属于天女行 那么我在这个南山亚瑟 有一尊吉祥天是属于这个东密的 那是联牧台北中和延通寺 这个联牧法师 他这个送给我的 是木雕的 是日本的东密的形式 他就是天女行 天女行 那么在日本的大吉祥天呢 他有的是拿着宝善 拿着宝善 那么有的是拿着吉祥果 吉祥果 那么这个藏密的不一样 是蓝色的 那么很凶的 他的胸前挂着是人头骨 很多的人头 很多的人头挂在胸前的 所以在藏密 他是属于一个父法神 那么在东密 他可以赐给大家 吉祥的很多的修法 赐给大家很多的 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吉祥如意 很多法宝可以赐给大家的 那两个修法不太一样 那么他的心咒呢 Om Mahasriya Saha 跟文诸师利菩萨 文诸师利也叫做妙吉祥 同时他的名称也叫大吉祥 但是文诸师利的是 曼诸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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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曼诸师利 Om 曼诸师利 他的吉祥天的是 Om Mahasriya Om Mahasriya Saha 他的心咒 他本身的手印呢 是这个 有点像这个 这个寝菩萨的那个手印 也就是这个莲花 开薄莲花印 是这样子 像我们请佛 请菩萨 请金刚神 这是三个 Om Ahom 三个字 Om Ahom 三个字 他是 也是一样跟菩萨一样的 这个字 他的手印 那这个 那这个 好像呢 他拿着这个 好像火箭 火箭的一个武器 那么 他的这个 走手拿着 嘎巴拉 上面 盛满了 人的血 盛满了 人的血 混怒相 前身佛 那么 他的头发 也是赤色 也是红色 身体是 身体是蓝色 那么 所有的骨骼挂在身上 他降服了 这个五十二位 五十位 五十位邪魔外道的 这尊很少 那么 在东密来讲 吉祥天女 吉祥天女 十二吉祥天女 一共有十二位 所以师尊在画画当中 有画了十二吉祥天 不过那是属于东密 有十二吉祥天 都是非常优雅的 这个天女行 非常优雅的天女行 吉祥天女 是吉祥 要吉祥的 你就要足起 当然每一个人都不喜欢 有灾阳降临 对不对 有灾难降临 大家都喜欢吉祥 那么 好像妙法连华经里面有 这个 吉祥天女品 佛说吉祥天女 佛说吉祥天女品